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面的一拳超人英雄之路啦 今天是10月6號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部影片應該已經隔了幾天了 那目前來說啊 今天是我們的這個新角色King登場的日子了 好不好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遊戲很會啦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想說 之前活動結束的話我是沒有想要再繼續課金的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東西是 每日累衝 就是20小時他會直接就是 跟你換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會再重製啦 然後這邊的話你只要存6000個這個友情禮包 他就會送你一隻King 所以你只要就是這6天都有除的話呢 你就會有6隻King 那基本上要升上去的話 就會稍微比較輕鬆一點點 6隻King的話大概 兩隻是升一階嘛 然後四隻的話是升到就是那個 黃階 然後六隻的話升到黃階 升到紅階嘛 對不對 欸 六隻升到黃階一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他是會比較好練的喔 那基本上的話呢 你們也是可以就是用到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招募這邊來抽啦 就是一般來說 你沒有打到很後面 或是你沒挖錢的人的話 應該就是從這個招募這邊抽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 10抽4手器 第4排跟第3排 我們最近都中嘛對不對 來看一下 今天運勢如何 直接來一隻King有沒有機會 死射的 沒有垃圾 那有垃圾不錯啦好不好 尤其是我們最近的話也是滿缺一些小垃圾的喔 然後現在來說這一次是我們這個超能招募 但是因為目前來說這邊的角色啊 都已經把這主要的重要幾隻角色都已經升到神話階級了 那為什麼要先增這幾隻的原因是因為 在戰役這邊啊 把他們擺上去的話 我們其他角色也可以變到就是200等喔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戰役的部分的話 盡量就是讓神話階級去用戰役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就沒辦法的話 那就只能沒抽到的話就只能克金了 要不然就是到我們這個神秘扭蛋這邊 但神秘扭蛋這邊的話真的是可以存一下啦 就是有哪一些角色真的很厲害的話 你們是可以就是 因為這遊戲的話呢 他角色比如說二郎跟波羅斯 現在可能要抽就是很難抽到嘛 但是你在神秘扭蛋這邊的話是可以去補他們的 所以這個神秘扭蛋的這個扭蛋壁 我基本上是不太會就是 先去弄他這樣的感覺 我通常都是先就是 先留著 那像我們這些能夠用活動的這邊的東西來去 拿的角色的話呢 我應該都會先用活動這邊拿啦 那這一次的King的話要拿的話 大概就是每日的這個壘除喔 那哲平目前來說不想要打主線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來打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他會跳禮包 然後那個禮包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禮包是什麼呢 那個禮包就是我們的那個 之前跟大家講過了喔 就是PVP 跟你要提升戰力的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機械核心的部分 所以哲平這邊的話 應該會先打到第一個禮包跳出來 然後買那個來拿King好不好 這就是 智慧 生活智慧王 省錢省到這邊 雖然也沒有省到很多啦 我跟你講這款遊戲我真的花好多喔 要求 就當初一拳之難初期沒有 就是花下去 我就會知道要停手 因為我知道 我就是沒辦法跟別人尬 但是這款遊戲剛出 你會覺得 那如果我真的要花 那我就是 已經花了 那就是盡量就是慢慢的少花 但是接下來可能會慢慢的 就是不會像之前花的這麼誇張啦 因為之前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 他禮包就一直狂跳你知道嗎 那真的是很沒辦法 因為像我現在目前來說這個 戰力應該是可以打到蠻後面的 那為什麼我都扣著不打 原因是因為他會跳禮包好不好 真的 你現在 他最近他今天啊 10月6號的時候也有出一個新東西 這個核心研究索嗎 就是你只要點上去一直點 一直點的話 他也出禮包好不好 這個 禮包一大堆 但是我那個就不想 不想先去弄了 那個感覺之後大佬們 就是前面那個 伺服器排版的那個大佬們 如果就是比較高階的話 可能也是會那個好不好 也是 也是會那個什麼 也是會就是去弄那個東西 的感覺好不好 所以現在的話我們就是 我們要稍微緩一點了好不好 因為真的花太多錢了 我們也沒像是 老爹他們那麼有錢對不對 不要這樣搞 而且我已經說過了 我沒有想要打競技場的 那就是多少名 我只是剛好 最近好像可以打到前三名 我就一直打到前三名 因為你要打到第一名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的第一名有多誇張 我目前來說錦標賽是可以打到第三名啦 好不好 然後我們第一名跟第二名都超誇張的 你看這個 萬事格格 萬事格格 這邊的話他的龍卷神話五星 然後機械28 妖嬌 然後這邊神話一星的這個 這隻我也在考慮要不要買喔 然後二郎神話五星 然後十五有沒有 童帝一星 然後沒有 對不對 沒有颯颯颯一星 三星沒有 看這隻很可怕 然後滑天也是 滑天這邊 你看你直接滿了 這個直接滿了 這個血量是個十百千萬 十萬五十八萬 攻擊是個十百千萬 十萬 十萬的這個攻擊核心耶 那這個滿了之後的話 應該就是要去那個了 好不好 應該就是要去研究所核心思念這邊了 好不好 這個 一步一步的朝著這個花錢地獄前進啦 這邊這邊大概只會就是 努力拿角色而已 我應該是不會再去 就是弄那個就是 戰力的東西的 我最多就只能先 初期給大家看到這樣 要不然真的 要沒錢了啦 我們最近還要幹大事你知道嗎 大概是10月7號的時候 大家都會知道我要幹大事了 但是這部影片應該是在 10月8號 10月7號以前啦 喔對 因為 蛇兵最近要開店了 我要開店了 所以我也沒辦法花那麼多錢 雖然前面好像也花了滿多的喔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打到第12章節 劇情才到就是 背心黑洞跟那個 跟那個 就是背心之虎這邊在嗆聲的地方而已耶 超好笑的 直接跳過 反正他們已經打不贏我們 我們現在進展上是OK啦 然後 後來的話我自己稍微看了一下 King的這個招式喔 我待會給大家看一下King的招式 然後 以我自己還沒看過就是 其他伺服器的這個認知來說的話 我覺得 有一隻補血角色在身上 一定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 King的話呢值不值得抽呢 我覺得目前來說 他是全能型的角色 然後他又會幫忙回血 所以你現在玩拳擊隊或是玩我們武裝隊 或是玩我們超能隊 你只要缺一隻補血的 都可以用King上來 所以我覺得King的話CP值應該算滿高的 有沒有 禮包來了 給你們看一下 這就是我說的那個很可怕禮包 3290塊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鐵鏡是選這個的 選這個外加什麼呢 外加這個 45K 晶片 好了走起 買了 你看這邊有6480的那個區域的那個 對不對 你就可以帶一隻King回家了好不好 所以 好險我當初有留就是主線關卡 我是覺得如果你是跟哲平一樣會花錢的玩家的話 你可以考慮留一下主線關卡 因為這些禮包 真的都太重要了 我只能這樣講 他這些東西都還滿佛的 很重要啊 所以 我是建議大家就是可以先留著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好那這邊的話 哇通關禮包 什麼還有啊 初步他的幸運 那我能不買嗎 你們說 這個我能不買嗎 這遊戲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哲平才會一直花一直花 你看 這樣就花了差不多7000了 要求我 好啦買了買了買了 反正我跟他講接下來喔 我主線就扣著 其實這個應該要等明天 明天那個 明天那個誰啊 明天的 那個 每日儲值 在結束之後我再來課了 夭壽 哇完了白癡我又上頭了各位 怎麼辦 我又上頭啦 白癡 我才說不要玩 我又玩喔 夭壽 天啊 好啦那這樣的話 至少可以拿到一隻 那個 欸 所以他後面還有是不是 喔 他後面這個是 可以那個耶 可以在拿耶 夭壽喔 哇哇哇哇 這個厲害了 好這樣我們就拿到King了喔 跟大家介紹一下King這隻角色 King的話基本上他是那個資源跟那個 就是補血的角色喔 這邊的話還算是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喔 來來來 這隻角色的話呢 我是覺得是補血角色啦 那會不會推薦大家抽的話就是 如果你的隊伍都很齊全 缺一隻補血角色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抽他 但是 其實每一個隊伍裡面的話 應該都有一些是補血角色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 看一下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這個狀態喔 好 人類的希望 LV1 治療戰鬥力最高的這個隊友 恢復King120%攻擊力的這個生命 所以這個字的話應該也是要 拉到很高 你看LV5的話 治療量提高到 King的這個180%的這個攻擊力喔 主動技能 帝王引擎 使我方全體攻擊力提高 King攻擊力的這個 25%持續兩回合 我覺得有這隻的話 應該就可以把就是那個 爭議效果的角色換下來 比如說像童帝那些的感覺 LV2的話技能施放時會 這個驅喪我方全體大部分的這個 減逸效果 所以可以就是 幫自己就是清除那個負面效果有沒有 那LV3的話 提高這個比例提高到 King的攻擊力的35% 所以這隻的話超級輔助角啦 普攻攻擊技能這個施放後 有50%機率對正面攻擊的敵人 造成80%的攻擊傷害 並且有35%機率造成暈眩 然後 持續一回合 造成暈眩的機率提高到50% 是兩等的 然後三等的話是 使目標防禦降到 King的這個防禦的20% 持續兩回合喔 然後再來最後一招 無限壓迫 每當我方戰鬥力最高的隊友 受到敵方的這個普通技能時 死攻擊者受到威嚇 然後每回合受到60%的攻擊傷害 持續兩回合 這個效果一回合只會觸發一次有沒有 就是我方戰鬥力最高的這個隊友 受到敵方的普通技能攻擊的時候 會就是讓他威嚇這樣子喔 然後 LV2的話死攻擊者攻擊 減少這個King攻擊的20% 持續一回合 所以他可以減傷 再來就是 清除那個布面效果還有補血 所以這次的話我自己個人是推薦的喔 但是 對我自己個人是推薦的 但是就是 他是必須要花錢前抽的 就是 稍微比較麻煩 而且他目前來說這個取得方法 我覺得就偏比較就是 我這邊的取得方法是偏比較硬漢一點點 因為我是直接就是 用那個 每日的這個壘除 但是每日壘除 原來他是可以再 繼續往下拉的耶 而且這個是可以自選那個 哇 可以自選二郎跟波羅斯耶 但是我跟你講 我不要幹這種傻事 好不好 我不要幹這種傻事 我頂多就是接下來每一天 我都那個好不好 我頂多接下來就是每一天 我都 打關卡 打主線 然後把這個 King給他弄出來 我只能這樣子玩喔 我不想再開始 發神經了 我要開店了 不要鬧 我要開店啦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有去台中啊 喜歡玩就是卡牌類型的遊戲的話 好不好 可以到哲平的那個 開著店去裡面玩 然後我跟那個 OTK的姚哥跟秤秤 還有就是 蛋蛋 我們一起合開了一間店這樣子喔 哇 妖雞 天啊 喔 這個是 這個是核心碎片是要那個才可以那個合上去 所以 這個確實是 頂需要去那個的 但是我們剛剛拿到了那個 蠻多的那個 機械核心的 直接申報 哇 不夠耶 只有26而已耶 沒關係 明天再買 所以你知道嗎 這款遊戲為什麼 哲平現在花了那麼多錢 原因就是因為 他會一直跳禮包啊 他一直跳禮包 我真的是無法控制我的手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覺得 我真的要早一天喔 我就是好好的就是 好好的 克制住自己了 好不好 真的真的要沒錢了 真的要沒錢了 哈哈哈 那你們有沒有抽King呢 你們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你們花了多少抽抽到 我覺得 應該還算是不錯的一隻角色啦 至少是一隻那個 能夠補血的 那 反而我現在會換掉的應該是惡狼吧 應該是會換惡狼 把惡狼換掉 就我們前幾天才剛 就是 兩個都選擇 結果後來就要把惡狼換掉了 比較麻煩 而且大家好像也有說就是惡狼到後面 好像不是說那麼的好 所以大家如果是抽波羅斯跟King的話 應該還算是蠻不錯的 感覺喔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能不能教訓一下這個丹尼爾 好不好 看一下 哇好像不行耶 他神話28耶 誒不知道這個 伺服器的大家怎麼都 就在那邊 這麼可怕啊 不要這樣好不好 太恐怖了吧 太恐怖了吧 夭壽 我們來看一下放了King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來King弄一下 放慢動作 波羅斯 其實波羅斯蠻強的 他會自己放護盾 這真的不錯 我們King會不會就直接死掉了 對King直接掛掉了 King直接沒啦各位 沒關係換我們 我們這邊也是炸很多耶 對面龍卷也是蠻猛的 但是龍卷應該也是蠻多那個就是 機械核心在身上 沒事沒事 反正接下來我們明天可能就是 我自己下會再買禮包啦 然後 買那個每日禮物包 把那個King的那個都買完我們再說 因為我是不想浪費旁邊的那個藍色糖果 因為那個 藍色糖果啊真的是比較重要 因為 之後的話可能就是我們要 哪一個角色真的很厲害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來然後把它抽到就是 一個滿街這樣子 像我目前來說的話 都只有先弄這樣就好 因為像龍卷或是我們這些普通的角色啊 其實 我們自己就是 平常抽 像招募這邊的這個 這個超能抽 或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背包這邊的這個自選 都可以直接選到 所以就還好啊 其他部分是比較可惜一點點 好啦 那我們今晚就先玩到這邊啦 大家覺得這次的King怎麼樣呢 或是你們如果是 國外服的玩家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哪一些角色會比較重要 我們那個時候再花錢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快不行了 我跟你講我只能接受 就是打關卡出現的禮包去買一下 而且是要有那個 機械核心的 其他我就不買了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不行了 我已經不行啦 我現在已經不行了